嗯 可以耶 今天第一次要做 沒有五星 我覺得一樣非常好吃 粉漿的地方煎得這樣酥酥脆脆的很香耶 你也可以讓它大量的保存到冷凍裡面 要的時候就氣炸 回熱一下就可以吃了 沒錯 小朋友推一下就這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uby 我是小妍 今天我們來做的是 韓式海苔豆粉捲 這道呢 算是在韓國很常見 非常常見的一個街邊小吃 然後通常都會搭著那個 辣炒麵糕的那個醬汁這樣沾著一起吃 它很適合當小朋友的零嘴 然後甚至是大人的下酒菜 然後今天呢 不會用油炸的 我們今天用煎的 這樣吃起來就不會那麼油膩 那另外還是跟大家插播一下 就是我們已經開通頻道會員啦 那也有製作精美的電子檔食譜 你只要到我們YouTube頁面 按下加入的按鈕 成為我們的支持者 我們就會在每週發布影片之後 寄送最新一切的電子檔食譜給你們囉 那記得成為支持者之後 也要到我們頻道頁面的會員資格中 去點擊連結貼寫你的會員資料喔 好 那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 韓式冬粉 海苔 芝麻 和酥炸粉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首先呢 我們先準備一鍋滾水 然後加入一點鹽巴 我們現在要把韓式冬粉把它煮熟 熟熟之後啊 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然後稍微沖一下冷水 用那個冬粉的口感跟Q彈 然後瀝乾之後啊 我們就用剪刀稍微把它剪短就好 不用整個剪到碎 就稍微剪短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調味 加入醬油 糖 香油 胡椒粉 白芝麻 然後就把它攪拌均勻 再來呢 我們就取一片海苔 然後因為這海苔比較大 所以我等一下會大概剪三分之一 這樣子三分 然後呢 就把冬粉放上去就可以把它捲起來 所以如果是那種小盒裝的話 就是直接一片一片這樣就可以 但是一定要是這種 就是包壽司的 不是 包壽司的海苔 不要是那種韓式脆的海苔 對對對 要是包壽司的 都捲好之後啊 我們現在就來調製麵糊 準備酥炸粉 然後呢 加入一點水跟鹽巴 把它攪拌均勻 再來我們準備一個平底鍋 然後倒入一點植物油 就可以把剛的冬粉捲 沾上剛調製好的麵糊之後呢 就可以放到鍋子裡面 煎到金黃色 一面金黃之後 記得要翻面喔 每一面都金黃之後 就取出 放到餐巾紙上吸油 就可以盛盤享用啦 開動 開動囉 Costco其實有賣一款 但是它那個是有五星的 然後我今天自己這樣做 沒有五星我覺得 一樣非常好吃 因為自己做的 你可以再自己添加點料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在裡面再加點豆干石 有的人會加紅蘿蔔絲啊 或是蔥花 有吃五星的話 可以耶 我覺得那個醬很加分耶 大推古往的醬 它真的太好用了 這罐 我們沒有合作 但是就是蠻好吃的推薦給大家 這罐我真的覺得太好用 像很多人會說 他們找不到全醋的韓國辣椒醬 它這個就是幫你調好的韓式辣椒醬 不管你是要做那種韓式拌冷麵啊 或是韓式拌飯啊 就淋一點進去 然後現在我們當沾醬也超好用 海苔在捲的時候 你不要壓中間 你想要壓中間去捲會比較紮實 但你壓中間的話 它就從兩邊跑出來 你要從兩旁邊這樣子去扣回去捲 而且像捲糖果那樣啊 就是從旁邊壓 這樣它中間就會緊實 粉漿的地方煎得這樣酥酥脆脆的很香耶 我怎麼覺得自己做的比Postco很好吃啊 我也覺得 當然你自己做好起來 你炸好煎好起來 你也可以打它大量的保存到冷凍裡面 要的時候就氣炸 灰熱一下就可以吃了 沒錯 小飯也會很香 這樣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 那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